就是這個 裸湯分為室內和室外兩區 雖然戶外飄著小雨 但我們最想體驗的都是這個 戶外有著日式造景 充滿禪風的露天裸湯 還沒浸下去就覺得很舒服 很棒,可以浸這個裸湯 雖然說這是裸湯 但是因為我們節目尺度關係 沒辦法拿給大家看 可以了,我們節目需要一些流量密碼 她又可以了,冷靜點… 雖然我知道大家很想看 但是這個時間沒辦法 我們是合家歡的節目 好… 我跟你說,泡溫水可以消水中 排毒,泡完汽水就會超好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拍寫真之前 早上先泡溫泉 就可以消水中 對,可以消水中 既然你是這個寫真女星 我們在這裡有得拍嗎 有得拍照嗎 我跟你說,這邊呢 溫泉的地方 其實你就可以跟一些商品互動 一些小道具 比如說拿這個 或者是你看我剛剛自己放的這個 有沒有就很可愛,或者是放在頭上 然後對著鏡頭這樣… 然後享受 剛剛你說,拍攝這個寫真的時候 你的觀眾會用這個男友視角 看你的書 如果他們看到我們這樣浸溫泉 會不會覺得 好像跟我們浸溫泉一樣 對,沒錯 那…好像不太好 我…我有點害羞 還是不要講得太誇張 好 對,他們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還想像嗎 還不夠想像嗎 現在已經很想像 我們今晚的晚餐 就是我們的管家為我們送上街牛 你看,有這個魷魚 有這個魷魚,有明蝦 很多肉,還有魷魚 還有這個 蔬菜,他們也有很多蔬菜 你看,有青江菜,高麗菜 玉米,番茄,金針菇 你不要只講肉的部分 我只是沒說到 我一會兒本身就準備要說 有冬菇,有菜 吃了,你看看 你看到嗎 管家正在做的就是這個 柚風鴨鼻冬菜,高湯 能聞到嗎 很特別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用鴨肉做湯底的火鍋 我也是第一次喝這個湯 所以我很喜歡吃火鍋 我第一次見 管家這個要做多久 才可以開始吃火鍋 滾了就可以 滾了就可以 你沒吃火鍋嗎 我以為它可能要咬一陣子 入味 很香 很香辣的味道 這個鴨肉感覺就是有先處理過 就是有封鍋 對 感覺有先醃過 沒有皮那邊吃起來比較粗 有少許粗的感覺 所以會比較硬 對 這裡有皮的位置 就是吃起來比較嫩 加上皮的脂肪 吃起來很爽 有鴨的油的香味 我幫你們裝湯 好 吃飯了 這麼快? 太棒了 好 好,一碗 好玩 你等一下裝完湯 我想要下樓 好… 你要… 碗下面很熱 大家要捉住上面 我真覺得你很喜歡管家 管家? 管家,去吧 這個湯很甜 我現在有一個心理車要來問 心理車要來問 或是跟火鍋有關係 打火鍋? 對 今天你下班之後很累 然後跟男朋友約好一起吃鍋 然後你會選擇怎樣的鍋底 一、牛奶鍋 牛奶鍋 二、養生菇菇鍋 養生? 一定要菇菇,不可以菇嗎 好 我可以這樣 好,繼續 三、麻辣鍋 四、番茄鍋 五、昆布鍋 昆布 太淡了 我不喜歡那麼淡口味 我應該會選麻辣鍋 麻辣鍋 麻辣鍋 沒錯 那你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逼我男朋友選麻辣鍋 然後我自己會想選牛奶鍋 對 為甚麼要逼人 你跟我一起吃就行了 沒有,我就是控制 所以是怎樣 你喜歡嗎 你是選麻辣鍋 是 麻辣鍋 它就是非常相信一見鍾情 它覺得一見鍾情也可以是真愛 對,然後在感情… 就是在進入家庭之中 它是一個很能受委屈 扮演一個好妻子、好媽媽 好媳婦的這個角色 就是可以委屈求全 不要 我平時已經吃很多委屈的東西 我不想結婚後也是這樣 那你呢 牛奶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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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鍋是一個很理智 非常清醒的女生 其實有時候在感情中 比較容易吃虧 因為不太會撒嬌 對,就像一隻鐵公斤一樣 你不會撒嬌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 我在感情中 比較偏向麻辣鍋 你會委屈自己 我是一個很容易委屈求全 你有幻想 你多少歲前一定要結婚 其實我小時候一直覺得我 希望我24歲就可以結婚生小孩 因為我很想要當年輕媽媽 因為我覺得 對,因為我覺得我媽媽比較晚生我 可是我很羨慕那種 就是同學之間 就是媽媽跟他們 就是很有相同語言的感覺 我是朋友 對 然後我又幻想說 我以後帶著我小孩出門 如果我很早生 他有帶著我小孩出門之後 大家會說 哇,你是他姐姐 我自己有那種虛榮心的感覺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